大家好,今天郑老师又来讲故事了 今天郑老师带来的故事是 好忙好忙的熊贝贝 这本书呢,是送给 御事就找妈妈的孩子 撰文丁凡 绘画朱丹丹 森林别墅里住着狗熊一家 熊爸爸、熊妈妈和他们 又懒又胖的儿子熊贝贝 每天早晨,熊妈妈都要为熊贝贝 做美味的早餐 烤面包、煎鸡蛋 还有香甜的蜂蜜 熊贝贝可爱吃了 每天熊贝贝都会拿着叉子 翘着脚、翘着桌子说 妈妈妈妈,我的早餐呢 这一天呀,熊贝贝被明亮的阳光刺醒了 家里很安静 他自言自语道 哦,爸爸妈妈去外婆家了 熊贝贝真想再睡一会儿 可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 熊贝贝说 哦,好饿啊 得自个儿动手做早餐了 他咣当一下把冰箱的门打开 对,我先来烤面包 可是面包呢 啊,找着了 熊贝贝从冰箱里一股脑拿出一块黄油 两瓶蜂蜜 三个鸡蛋 四片面包 熊贝贝又伸手去拿刀 一着急 叮叮当当 稀里哗啦 又把钩子上挂着的餐具全弄掉了 熊贝贝直起身 抓起刀 把黄油切成大大小小的块 胡乱的抹在面包上 该把面包放进烤箱里去烤了 可是烤箱呢 哦,在这儿 熊贝贝急忙去拉烤箱门 一着急 砰的一声 把手被拉掉了 啊 熊贝贝一声大叫 熊贝贝刚把面包放进烤箱 订好时间 又想起该煎几个荷包蛋才对 他东翻西找 找来了煎锅 还有一桶油 他把重重的煎锅 从柜子里拉出来 往锅里倒一点油 大着火 油热了 熊贝贝一口气 把三个鸡蛋全打进锅里 一滴油溅了出来 烫着了熊贝贝 痛得他直跺脚 糟糕 鸡蛋全粘在锅上了 熊贝贝想 一定是油放少了 他拎起油桶 咕咚咕咚 就往锅里倒 哎呀 油油太多了 熊贝贝忙用铲子去铲 结果把鸡蛋全铲碎了 哎哟 不好 这时一股焦味飘了过来 熊贝贝一拍脑袋说 一定是面包烤糊了 他慌里慌张去开烤箱门 却一下子碰翻了油桶 滑溜溜的油 害得熊贝贝划了一大跤 熊贝贝把面包取出来一看 嗨 有一半都烤焦了 面包得蘸点蜂蜜才好吃 熊贝贝忙用蘸了油的手 去拿蜂蜜瓶 乒乓 蜂蜂蜜瓶摔到了地上 熊贝贝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哭起来 妈妈 爸爸 你们在哪里呀 今天我真是倒霉透了 一群蜜蜂 闻到了蜂蜜味 从窗口飞进来 在熊贝贝的身边 绕来绕去 嗡嗡乱叫 熊贝贝抓起勺子 驱赶蜜蜂 却打碎了窗玻璃 熊贝贝抡起锅来拍打蜜蜂 却拍到了餐桌上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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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贝贝被逼到墙角 他抓起妈妈的围裙 一边挥舞 一边气狠狠地说 哼哼 你们别想吃我的蜂蜜 最后 熊贝贝灵机一动 把破蜂蜜瓶扔到窗外 蜜蜂就嗡嗡嗡 飞了出去 熊贝贝高兴地拍拍两只手 战争总算结束了 熊贝贝慌忙关上窗 又哗地拉紧了窗帘 自言自语地说 嗯 这下可安全了 可是 他转过头一看 家里真的是乱七八糟 熊贝贝扶起餐桌 把烤得半壶的面包 煎碎的鸡蛋 仅剩的一点蜂蜜 端到餐桌上 香喷喷地吃起了他的早餐 故事讲完了 同学们 你们第一次做早餐的时候 是不是也像熊贝贝一样 那么狼狈呢 在生活的历程中 我们都在慢慢长大 都会经历很多的第一次 会有失败 也会有成功 失败的时候 不需要气馁 坚持下去 你会越做越好的 成功的时候呢 也不要骄傲 继续把事情做得更加完美 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